最后结果出来之后也是没有控制住情绪哭了 调缓的金牌也是我目标之一 然后更大的目标还是团体冠军 团体金牌对于整个团队来说 整个队友来说都是一个很高的程度人员 因为它代表的是整个中国体操的一个世界 最后结果出来之后也是没有控制住情绪哭了 也是觉得对于我这个年纪而言 就是很有可能就没有再下一次而过 然后也可能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人生当中最接近的一次机会 我躺在床上然后也睡不着 然后躺了也有两三个小时吧 然后最后才睡着呢 压力肯定是有 在团体没有拿完之后 在单向上可能压力会更大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这个年纪 其实到了比赛更多的还是去靠经验去比 每天应该练什么 基本上精确到每小时啊每分钟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计划安排好 对于我来说是必须的一个东西 当你就是把自己时间安排好的时候 我们就有很充裕的时间去应付一些变化